不过与英国空难调查处共同参与调查的国际海事卫星组织 在24号却向媒体透露了部分信息 国际海事卫星组织的副总裁麦克洛克林 当天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 在采访当中他透露了他们是运用多普勒效应理论 分析了MH370航班向卫星发出的信号 从而猜出了飞机落入南印度洋 麦克洛克林说 尽管MH370航班关闭了通信系统 但是国际海事卫星组织的卫星 每个小时都收到从飞机发来的电子信号 这些信号是简单的生脉冲 不含GPS数据 时间 地点等信息 不过麦克洛克林表示 根据多普勒效应 生脉冲信号在接近赤道上空的某一颗卫星时 其波长变短 频率变高 远离那颗卫星时 波长会被拉长 频率降低 在进行了大量的数据分析 并综合了其他飞机的运动等各种参考因素 国际海事卫星组织才得出结论 MH370是沿着南部走廊 而不是北部走廊飞行 Moderately We value something new we've used uh... the ability to work out the time differences between signal to and from our satellite and our network to give a direction to travel that's what we did on the the eleventh and submitted it to the investigation then we continued on looking at those campaigns that they become known as 迈克·洛克林说 马航班机并没有被强制要求发出位置信号 所以他们是猜出它的位置的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 这是一种全新的分析模式 因此花费了很多时间 迈克·洛克林表示 在得到英国航空界其他专家评议 并与波音公司进行比对后 他们于23号向马来西亚政府提交了这一信息 并强调公布之前需要仔细核对 谢谢你 谢谢你 感谢观看